哇 我們現在在林口 哇 外面下著雨啊 毛毛細雨 是不是有人又浴竹了才會下起這種雨呢 確實好像有點浴竹 哇 今天來分享他浴竹的那個車子是什麼車 這台耶 哇 你上的仙草耶 阿提馬的小老弟 這為什麼會浴竹啊 我們實際進去問看看 喂 大衛 今天在這個英語綿綿之下 我們有一個車主 這台是目前日產在台灣算是賣的比較好的車 相對比較好的車了 現在只剩兩台車 一台是Nissan的Kicks 還有這台昇場 其他人家休旅車在賣一個月破紀錄 都跟日產沒關係啦 日產真的是趕快出新車好不好 這車子好新喔 這感覺就是才剛交車沒多久耶 我們直接來問一下這個車主好了 這個車主大衛 從哪邊過來啦 我住基隆 基隆山之戀 從基隆跑來林口 跟我們要來講一下你的使用的一些心得 這什麼時候交的車 今年2021年的3月份 3月 那不就才交半年多而已 大概到現在大概八個月吧 八個月 然後目前開的旅程已經一萬九千多了 你這裡有在曬喔 業務用車 對 業務用車 就是說每個人使用情境不一樣 對 那你在買這車之前開什麼車 之前是開Fiesta 1.0 福特Fiesta 對 所以Fiesta換這個車子一定有很強烈的 因為一般買福特的車主 它的需求跟這個車子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因為要業務用車 所以改變這個心意了對不對 那當時有去看了什麼車 其實當時主要考慮的就是Sentra 另外一個就是HONDA的HRV 反正就是每個人使用情境不一樣 最後就是選擇了這台Nissan的Sentra 那應該是跟舒適性有關 因為Sentra大部分的人會買它 都是因為空間和舒適性的關係 所以最後選擇Sentra 本來買Atima的人覺得那個外觀很帥 現在不用買到Atima 買Sentra就有了 所以應該好處還是很多 強項的部分 有沒有開了這一萬九千多公里 什麼優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然第一個優點就是它後座空間 它的西部表現算蠻不錯的 它的西部表現跟同級距的車子比較簡單 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頭部空間的話 身高175以內會覺得OK 再高一點可能就會有一點壓迫 它的設計比較流線一點 所以會讓你覺得說 在後座空間可能會比較 頭部可能會比較那個 不過這空間看人 搞不好我們家都沒有170公分以上 都女生開所以沒差 就看人 使用上面的需求還是看個人 那這空間肯定沒話說 因為Sentra從上一代一直以來 就是以空間跟舒適性 這3D紓壓椅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買沙發送車 舒適性很好 那還有什麼優點 再來就是它的內裝質感 如果說是跟 跟Altis或是跟他的哥哥跟 Altima比的話 他的內裝質感 確實是有比較用心 在處理一些細節的部分 他比他哥哥的內裝 做的還更有質感就對了 好像是真的耶 很多人說 Altima就是 神馬就是 缺什麼優點都有 缺點的內裝比較可惜了一點 不過沒關係 這看你有些人不重視 但是你覺得這個質感真的還不錯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什麼優點 還有優點的話就是 油耗 就汽油車來說 算還不錯啦 油耗有數據嗎 就是 你的使用上面 我使用上的話 都是在雙北 跑業務比較多 那 市區油耗大概就是13 真假的 市區 純市區 13多喔 就是市區和高 高價道路大概就是13 如果是有上高速公路 大概就會到15 16 那整個平均大概就是在14 14多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數據 能不能接受 還不錯 還算不錯啦 以汽油車來說 算是及格 而且他不算小車喔 感覺蠻大台的 那除了這個油耗 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優點 還有沒有其他優點 安全配備也算夠啦 安全配備也不錯 安全配備這個現在每一個車廠 幾乎都已經升級起來 也不能說這個這個我們如果安全配備不好 根本連賣都不用賣了 還有一個帥啊 帥是蠻重要 蠻帥氣的 外觀也算有個七八十分吧 有個七八十分喔 哇塞 這個大衛的要求挺高 我覺得已經超帥了 OK 那優點差不多就是這些 剛聽了這個車主大衛的買車過程 然後還有這個優點分享 車子一定是用過以後 才知道它的好 對但是也是用過以後 才知道它的痛 人家說愛過才知道痛 對不對 愛過才知痛 就是說有些東西你沒體驗 真實的體驗 你是講不出所以然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你可以來 一萬九千多公里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 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第一個比較可惜 就是隔音吧 隔音啊 隔音怎麼樣 是風切聲呢 還是底盤的噪音 還是輪噪聲 還是引擎的防火牆呢 第一個讓我比較 感覺比較明顯就是車頂的隔音 譬如說一般毛毛雨還好 可是如果是下大一點的雨的話 就感覺很像你進到一個鐵皮屋裡面 嗲嗲嗲嗲的聲音 這個比較單薄是不是 可能你裡面隔音的材質沒有處理得很好 像我之前的Fiesta 它下大雨的話 它的聲音是 啵啵啵啵啵啵啵 是很悶的聲音 比較紮實一點 對 但是這個下雨的話就是 很像鐵板就對了 那這個可能跟用料 還有造車的裡面有關係 這個這樣子 雖然不會影響整個開車的功能 但是它會影響開車的心情 跟行路質感 所以也是一個缺點 那其他呢 隔音上面這個隔音才還有 隔音然後另外就是輪拱的隔音 一般在市區60公里內是還好 可是譬如說上了市民高架或是上高速 車速超過80以後 它胎噪聲就還蠻明顯的 這個可能是你輪胎用的比較爛是不是 現在還是新車 那可能之後換一顆輪胎看看 之後換米其林看可能會好一點 那個防火牆呢 防火牆的話就是 如果有要爬山或是高速的再加速 那就會感覺前面有一隻動物 有牛叫聲 有人在說有牛在叫的聲音 之前有一個知名人士測試過給大家看 這聽起來好像整個車子的聲音都還蠻大聲 後面不會連後面也有吧 後行李箱的部分它偷掉了一塊隔音的材質 就是在行李箱打開跟後座椅背中間有一塊 它的隔音棉被偷掉了 所以經過一些人孔蓋或是一些小坑洞的時候 就會有卡拉卡拉一些小金屬碰撞的聲音 反正就是從後面傳來 這台有沒有全車都聲音 上面也有 前面也有 下面也有 實面埋伏 這個是可以之後再去外場做升級 還要再花錢就不是本質了 除了隔音差以外還有其他的缺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是2021年 可是它的環景的鏡頭 感覺像以前小時候在拿Sony Ericsson的那種手機的感覺 真的怎麼會這個樣子 聲音怎麼會這樣 看一下這個畫面 它看起來很像一個60萬畫素手機的感覺 這個其實是 這個哪有60萬 這感覺像320P的240P的那一種 240P哪有60萬 可能6萬畫素之類的 反正這畫質我覺得已經到21世紀了 就是感覺給的這個東西真的是爛到爆了 剛剛有去看我那個CC的畫質 我那車沒事的 用繞到繞是 繞到沒來結果你看 按下去感覺怎麼樣 有差喔 有落差 有落差 你看到拜託欸 鏡頭現在很便宜 不要再用這種 好像人家丟掉的東西拿來回收用了 怎麼會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畫質比較差以外還有 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AEB 它的自動剎車 在晚上的時候比較容易過於敏感 譬如說我出一個隧道 或是有一大片樹印 光暗變化特別明顯的時候 它會突然含住剎車 如果說你是含30%的剎車OK 可是它是一次就給你含50% 然後會讓駕駛者有一點 有種突然被嚇到的感覺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出隧道 或者是有遮硬的地方 對沒錯沒錯 然後它會作動 會誤判 以為說前面有東西 那它誤判 或者是作動的時候 它不是警示 像我之前Focus 在開的時候 它會嗶嗶嗶 警示說前面好像有東西 它是直接作動 直接就幫你含50%的剎車 剎車就介入了 所以你速度會忽然慢下來 那後面如果車子跟的比較近 其實這樣還蠻危險的 有風險會撞到 所以這個是不是軟體上面的調教上面 可以去做一個改進 我們不知道 也許未來車廠可以去研究看看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不過這個真的還蠻危險的 忽然出來我們要衝的時候 結果後面也要衝的時候 結果你忽然給它踩了50% 如果給你一個自動力 你說30%你還可以接受 有這個問題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CVT變速箱 調的算是有點過於保守 太保守 像之前如果有開過其他CVT 比如說11.5代的Altis的話 它的CVT就感覺比較像 6AT的感覺 就會比較順暢也比較輕快 所以不是CVT的問題 是它的CVT的問題 你開過其他CVT對不對 那你上他們家的CVT 是60公里以內 它是一台很不錯的車 可是超過60公里之後 你就要有很大的愛心 跟耐心來陪伴這台車 它的變速箱是Jataco的 那也是最新版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之前就說它的變速箱 在之前Tida 還有那個上一代Centra 很容易出包 它這台好像剛剛有在強化 有強化 但是開起來體驗不好 也是一個問題 變速箱太過於保守 是不是為了強調省油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至少你要兼顧 你不能為了省油 你整機騎自動車就好 省油結果開起來很難開 那沒什麼意思 還有一個讓我比較難過 就是它的音響 它的音響應該是說 完全沒有低音這兩個字 對 非常的可惜 比較乾 因為聲音乾乾別別的 因為音響的好壞落差很大 有的音響一顆喇叭就數百萬 有的音響這一個50塊也有 去夜市夾的那個 夾娃娃機夾的那個都是便宜的 那聽起來音質一定會落差很大 可是這個車子在台灣日產定位 它不算是入門最初階的 還有那五六十萬march的 還有再高階一點的 什麼Tida 這一台已經算是中階的車子了 我上次有一個車主來分享說 它不是嫌音響爛 它是嫌後面那兩顆喇叭被拔掉 我不要聽說空的 空的是真的嗎 真的是空的 如果把聲音開到最大 你耳朵貼上去 它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不是偷掉而已 連喇叭單體也用的很爛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很像你小時候花七八百塊去賣場 買一個小小的radio出來的聲音 就跟它很類似 很乾 這個雖然我們知道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這一台也不是什麼便宜車 你知道給一個好一點的音響嗎 還要去外面改裝 我們講同級距就好 不要講那個多高級的車子 同級距 之前是福特車主 你之前那個Fiesta音質怎麼樣 Fiesta的音質 我光自己說我不準 以前最早2014年Fiesta剛出來的時候 家瑋哥就說Fiesta的音質 確實是比它的2.5的油電還要好 什麼2.5油電 那可能就是蓋梅利吧 就是福特的話 它第一個隔音做得比較好 它的音響 中音跟低音還有高音 也都是分得很清楚很有層 聲音也是有穿透性的 不是像你上家就是很乾很扁的聲音 讓我有點小小失望 音響是見仁見智有些人很重視 但是在這個競爭的情況之下 的時代之下 人家Focus配的是B&O 這樣可以選到B&O 你這個弄一個國產品牌是沒關係 也不用有什麼知名品牌 但是至少不要這聽起來鳥鳥 對不對 這個沒辦法了 連兩顆都偷掉了 還想給什麼好的單體 想太多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嗎 其實以上那些都是小問題 都是小問題 你去外廠 你都可以改 都可以做升級 什麼音響啊隔音啊什麼 你通通都可以改 但是最讓我灰心失望的是 國產車竟然要帶料一個月 對就是我差不多在一萬五千公里的時候 我在停車還有在巷弄間轉方向盤 會有一個橡皮膜摩擦很嚇嚇的一個聲音 那當時原廠就是跟我說 先生你的這個方向盤線圈壞了 但是呢因為現在這車子才出來一年多 所以全育龍全台都沒有被這個料見 那他不影響安全你就回去開嘛 那我其實心裡也很也很鬱悶啊 我花了七十幾萬塊80萬 買了一台新車喔 我也不是買買二手不是買領牌 我是買全新車 然後才一萬五千公里轉向就異音 我就想說那我我乾脆直接認賠殺出賣掉 再換其他車好了 本來是想要直接賠錢賣車就對了 可是問題來了問題是 他是叫你回去等料 還是說叫你回去我們這個沒有在做了 沒有在幫忙 他第一次的說法是說 我們會幫你叫料 你等個三到五天我們再打電話給你 然後我就回去等 等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就打去詢問說不好意思 請問那個方向盤線圈到貨了嗎 他說現在這個料建全台都沒有庫存耶 那他不影響安全你就 這車很好開的人 你就回去開開看吧 所以他本來沒有要幫你 他本來就是一個打馬虎眼 一個踢皮球的型態 當然原廠他們的專員他們的技師 他們態度都是很好的 都是好聲好氣的講話 只是他們透露出一種很無奈的感覺 就是說因為後面沒有這個料建 我也沒辦法幫你換 那你就再回去開吧 就是這種感覺 而且他也沒有主動跟你講說 那個沒辦法 他是你自己打電話去問 他才跟你講 我們沒有要幫你換 這樣子其實你覺得蠻失望的對不對 你之前有其他類似的經驗嗎 像我之前在YouTube上看到 有Focus車主抱怨說 新車一出來就出保固換變速箱 我就說那麼好 你要換零件 原廠還願意幫你換 我是我說我不要出保固 我自費換這個零件 原廠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這個零件 沒有備料 沒辦法幫你換 抱歉 連變速箱都直接幫你換 上次我還聽到一個更扯的 KIA的 有一個車主 他的車子就是在買來的時候 他覺得有一點點頓挫 但是那個頓挫是雙離合器 很多車廠會說那是正常的 但是他就是覺得不正常 他回去反應 結果那個原廠從韓國 寄師從韓國寫信來說 你這一顆可不可以賣給我們 然後我們換一顆新的給你 你賣給我們回來研究看看 他的車子他沒有覺得是有問題 他覺得說怎麼會有頓挫這樣子而已 人家直接拆一顆新的給他 所以你覺得兩樣琴 就是怎麼差異這麼大 然後就是前幾天突然喜出望外的 接到原廠的電話 先生你之前訂的那個料件到了 可以來換 然後我就把車子開 你本來已經放棄了 可是他忽然又打電話了 對他就說你的那個螺旋線圈到了 可以來做更換 好好好我就開去換 那昨天施工完換了之後 現在也就是沒有那個異音 完全沒聲音了 對沒有異音 但是讓我比較傷心難過的是 我今天是買國產車新車 我不是買水貨車 我不是買中古車 我也不是買冷門的法系車 然後一台國產車 你居然跟我說 說沒料 沒有料 對不對 先生出來又不是說 一個月只賣10台 30台50台的冷門車 他不是特殊冷門車 對 他也還算是熱門車種 但是你居然跟我說 沒有料件 然後要我自己回去自己開 這是讓我當初有一點 難過的地方 都已經說要賣車了 還不難過嗎 所以缺點差不多就這些了 其實 這個竹帆不及備載 其實還有一些 剛剛我們聊天的時候他有講 比如說那個手套箱會有異音 然後這個IT有時候會異常 然後這個細節的部分 就不用講太多 有時候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點到為止就好 但我覺得比較納悶的地方是 就是之前有一個車主他也來分享 然後原廠 就是看到那個影片 那影片那個車主也沒講什麼缺點 就講說這個車機有時候 會沒辦法連他的那個Apple Car Frame 然後他就被原廠關注了 要求他影片下架 然後我就問那個車主說 為什麼你又沒有做出什麼事情 他憑什麼要求你下架 他說沒有啦 我是那個育龍三藝廠的員工 所以你車子是跟公司借的嗎 沒有這我自己花錢 花了七八十萬八十幾萬買的車 那你自己的車你不能講優缺點啊 對啊公司要求我不能說 你又沒講什麼缺點 為什麼不能說呢 這是我那時候覺得很氣憤的地方 就是說你居然拿你公司的資源 來威脅那個員工 那對話我都還在 我只是覺得說要保護當事人 不要講出來或者是怎麼樣 只是那時候我們就鼻子摸一摸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 以這個分享者的利益為主 我就把那影片就下架了 大家從此就看不到那個影片了 而且那影片根本也沒說 就是說他的這個Apple Car Frame 有時候會斷線 那你就改善就好 你為什麼你不處理你的車子 你去處理那個分享的人 而且他還是你最愛的員工 幫你賺錢 你居然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 這個芋榮的高層 你們可以好好的檢討一下 你到底這個問題 生產線或者是料件上面 到底是什麼問題 而不是來檢討我們這些分享的車主 我們都是希望他可以越來越好 不過最後事實還是殘酷的 我們要來做一個總結 就是真心話不冒險 這個大衛你講真心話 讓這個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朋友 不會冒險買錯車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這個假設再回到一年前 幾個月前 一樣的預算一樣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使用情境很重要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 你上Centra嗎 我主要是看上他的空間 跟油耗表現 然後像家裡有 常常長輩要外出 或是有的時候要載一些貨 那可能還是會選擇他 但是就是希望可以改進 希望一些小小問題 跟有的時候原廠對消費者的一些處理方式 如果能再更好一點 那其實就很完美了 其實很多車主來分享 根本不是要來黑自己的車 誰要黑自己的車 當然是希望可以更好 其實Focus的四門版 真的是好料用滿滿 也是大家可以去考慮看看 自己可能因為家裡有長輩 覺得這車子還是比較適合 但是假如是推薦給你這個年紀 年輕人 可能你會覺得四門版也不錯 OK 那我們今天感謝大衛 來分享他這個車子的一個 買車的心得 還有這個優缺點分享 他最後就是希望說車廠可以好好的改進 檢討一下 不要再來檢討車主 你要檢討是你的車好不好 我們期待下次有更多的日產車主 來分享你們的使用經驗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頻道字幕贊助者目擊中 觀看影片時點選下方加入 然後往下滑 滑到影片CC字幕贊助商 點選加入即可贊助 讚哥邀請大家一起來直指 真心話不冒險